Hello大家好我是Ti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是空瓶日记 我真的太久太久没有拍空瓶日记了 我刚才在整理我的空瓶的时候 发现很多产品都是两个起 就是已经重复的用完了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拍空瓶日记给大家 好那没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看这边 那我的化妆棉呢已经用完了246盒 那大家就可以预估到 我有多久没有拍空瓶日记了 我不用细说 因为我从我一直拍视频的话 我每一次空瓶里面都会有这个化妆棉 下来呢用完呢是有两个精华 一个呢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易飞的虾青素 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精华 我用了三瓶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优菲斯的美白精华 我说过这两个产品呢是搭配在一起使用的 所以我已经是用完了三组 然后我现在也是还在在用这样的一个组合的 国内的易美的品牌 然后我个人觉得它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上脸之后呢 嗯吸收的会很快 然后也没有绵腻感 是先用这个虾青素再用这个优菲斯的传品酸 这两个产品搭配在一起是一个美白的一个特效的一个组合 所以如果大家你想要一个去黄啊或者一个美白功效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伊美的这个组合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用完了四支眉笔 眉笔是我化妆的那些产品里面用的最快的一项产品了 因为我每天都会化眉 无论说我今天是不是全妆还是不是全妆 我都会化眉 所以眉笔对我来说它的消耗是最快的 那我用完了四支呢 其实都是细管的眉笔 这三支呢是Benefit的 那这一支呢是Renology的 像Benefit的这个眉笔呢 我用的是二号色跟三号色 那其实像Renology呢 我也是比较偏爱用它的二号色跟三号色的 因为我觉得二三号色的话 对于我的这个肤色还有发色来说 是我觉得协调性最好的一个颜色 当然也是大众都可以选择的一个颜色啦 我个人最近都比较喜欢用细管的眉笔 因为我觉得用细管的眉笔拿来化眉呢 它的这个细致度会更高一点 当然我用砍刀眉笔也可以 可是砍刀眉笔呢化眉尾的时候呢 就可能就要用遮瑕笔去修饰的比较的多一点 所以看每个人的习惯 我个人就是像我现在的这个阶段里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细管的眉笔 所以我用完的细管眉笔会比较的多一点 那接下来用完呢是两个眼霜 那一个呢就是这个自身堂的百优的这个眼霜 我觉得这个眼霜 我有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而且我现在自己也还是在用这个百优的眼霜 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这个眼霜的一个产品 因为像我尝试了这个Elysia的眼霜 因为之前看很多日带的话都很推荐这个眼霜嘛 然后我就用 但是呢这个眼霜好像有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就是它容易长脂肪力 因为它有一个成分叫湿黄唇 那湿黄唇对于有的人来说是没什么问题 但有的人来说像我用完之后 它就会比较容易长脂肪力 所以我个人把它用完之后 我就没有是要回购的 我就还是接着用回了我的百优 所以目前来说我还是最终爱的眼霜 是百优的眼霜 那接下来用完就是隐形眼镜了 我刚才在整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我居然用光了这么多款隐形眼镜 Lemon家的这个隐形眼镜是我非常钟爱的 那我用的有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这个Skin Grinch 然后一个呢是Water Water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是我比较钟爱的颜色 一个呢是有点灰掉的 一个呢是有点点蓝掉的 戴上去舒适感也很好 然后它整一个隐形眼镜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是有比较抑郁风情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个眼睛的呈现效果 所以我挺喜欢 也很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下 应该也很多人喜欢用这个Lemon的 像这一款 我不知道应该叫Apro的还是叫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英文 A-C-O-R-D-E这一款 那这个颜色 我买的是也是有点偏蓝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颜色就是上眼睛之后 就是灰蓝灰蓝感觉 然后试出的什么也是很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Fairy Select系列的 然后颜色呢我用的是203 Misty Gray 我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而且我觉得Select的这个隐形眼镜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非常的有点混血的效果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那接下来用完的两盒呢 这个是以福利 那以福利呢我买的色号是珍珠亚黑 那这个亚黑这个颜色呢 就比较适合我平常上班通勤的时候用 因为它是黑色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很纯黑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能让你在通勤上班的时候用起来就是不夸张 因为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些都是不是灰掉就是蓝掉的 如果带那些上班的话就会很夸张这样子 而且你搭配很少会说非常的就是浓郁的那样的妆容 就会显得很奇怪 那像这个珍珠亚黑的这个隐形眼镜的颜色呢 它就会让你觉得你的眼睛就显得很温柔 又有神的 然后又不会很突兀 是很舒服的一个隐形眼镜的那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用完了一个是这个叫BIJOU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它这个颜色是棕色的 戴上去眼睛很温柔啦 就是呈现效果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舒适感我个人没有说很钟爱 然后所以说我没有说要回购这一款产品 就是这个ANVI的这个隐形眼镜 它是ENVIE 然后我颜色买的也是棕色 跟我整一个人的感觉会有点不搭吧 就是它可以戴 但是没有说达到说我自己很钟爱的那样的效果 这个呢就是叫CIEL CIEL这个隐形眼镜 这个颜色呢我买的是Green绿色这个颜色 那这个隐形眼镜戴上去的效果就是很特别啦 就是眼睛就是bling bling 然后也有抑郁的感觉 就是抑郁风情的感觉 呃但是呃这个绿色绿的来 我个人会更加喜欢灰色跟蓝色这样的色调吧 这个SUSY GREY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灰色调的 呃这个灰色调呢是我日常 呃如果说呃不想换 那么全装 但是眼睛又想有点特别的话呢 我就会戴这个隐形眼镜 它这个隐形眼镜大家去效果还可以吧 呃而且我一次买的是三盒了 我现在是用完一盒 再说一下用完的面膜 那我总共呢用完了这么多款面膜 那面膜其实都是呃 医美的面膜 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面膜的了 那首先用完三盒就是这个创儿美 这个创儿美真的是我个人最钟爱的一款医美面膜 因为我觉得它上脸之后呢 嗯它是一个比较舒缓调节我肌肤的一款面膜 是长都长得比较就是疯狂的时候 或者就是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用它 就是能够缓解到我的皮肤的一些呃受到一些刺激 然后能够修复我皮肤的一些屏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它也有一个提亮肤色作用 就是你敷完之后第二天醒来 你会感觉你的皮肤会亮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的暗齿 没有那么暗黄 用完有一个是这个兰科敷宁 这个兰科敷宁呢是主要就是适用在长痘的时候啊 就是你脸上有痘在长 然后呢会红会痛是用了之后能够缓解我一些痘痘疼的一些地方 然后起到一点起到一定的就是消炎的作用吧 所以就皮肤状态最不好的时候 或者皮肤状态最差的时候呢 会用一下这个兰科敷宁去相当于起到一定一点治疗的作用 然后再会用超完美去和二维一一起 这个敷锐敷锐敷锐的话主要我拿它作用就是一个保湿的作用 它这个敷锐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有一点不喜欢 就是它敷完之后会有点黏 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 比较喜欢敷完面膜是这种清爽的感觉 然后拍一拍然后就好的 那这一款面膜呢就是用完之后会黏 所以我没有说想去回购这款产品 用完有一个就是这个优菲斯的多效修护面膜 这个面膜是一个保湿的面膜 就是它的那个保湿的那个精华非常的多 然后你敷上去的话真的是各种补水滋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这款面膜我是蛮钟爱的 我觉得还挺好用 但是因为现在夏天比较热的话用不到 但可能冬天的时候我就会多用这款面膜 我个人还蛮喜欢 用完就是这个lilybell的卸妆的化妆面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不用多说就是卸妆的话的化妆面 我就是用这个lilybell那爽肤水呢 我用完了一个就是这个滋生糖的红色蜜露 这红色蜜露的话是我冬天的时候会比较钟爱的一款 因为它保湿力比较的好 那比较适合干性皮肤的妹子 那如果大家现在皮肤比较干的话 也想寻找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爽肤水的话 我还蛮推荐红色蜜露 One by Coast家的这个保湿的基底液 我一直在我吃品里都有推荐过给大家 然后我反正就是不停地用完 回购用完回购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用完呢是三个洁面的产品 第一个呢是Chanel的La Mousse的洁面乳 这个洁面乳我很喜欢 我也很推荐大家 我觉得它是一个 也不能说便宜大碗吧 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是很高的 泡沫的那个绵密感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不用很多量 然后你就能起到很多的泡沫 然后它把脸也洗得很干净 一点都不会说拔干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La Mousse的这个洁面的 就是我是一个会回购这个产品 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品牌叫 我不知道怎么练是HUXLY 我之前是在小红书看到的 因为就说它是一个这种cleansing gel 是一种褶泥状的这种洁面 然后它能够把脸洗得很干净 同时它也能卸掉一些彩晕的彩妆 用完之后不会拔干但是也不会很保湿 就是一个中等的产品 使用感来说我觉得还好 但是也没有说让我想去回购 这一个用完了就是那个Karina家的这个洁面 韩国的品牌的 因为它这个瓶子的本来的头被我压烂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Karina家的这个头就挪到这里去用了 那这个Karina呢我是用在早上用的 它是也是那种洁面乳 就是有点cleansing milk的那种感觉 比较基础然后比较简单一个清洁 然后也能让你的脸会达到一个保湿的一个作用 反正这款呢我是早上来用 我觉得还不错是我用了很久的 但是我现在不是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 Aso家的那个洁面嘛 我觉得那个洁面用在早上就非常好用 所以我会更preferAso的那个用在早上 一直都用无印良品的卸妆油 我觉得很好用 在平价的产品里面 我觉得无印良品加的卸妆油是性价比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然后卸的也很干净 乳化呢也比较的程度也是比较的好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用这款 这个曼丹的眼唇卸妆 眼唇卸妆我一直就是比较喜欢用曼丹 我有用过别的产品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单的卸起来比较干净 接下来呢有两个酵素吃完的 一个呢就是这个叶齿的酵素 相当于就是背着的一个酵素吧 因为有的时候晚上会多吃了一点或怎么样的 然后心里就会觉得需要吃一点酵素 然后想说不要长那么胖啊之类的 所以我都会背一点酵素吧 然后叶齿的酵素是我一直常背 少女玩啊就是有之前好像看小红书上有说过 它是热量抗氧化就是抗糖 我吃了之后没有觉得有怎么样很大的变化 反正就是可以买来就相当于背着吃吧 就是可能现在看不到效果和你吃时间长了会看到效果 接下来用完就是一个洗护的产品 在Beauty Leash上面买的 然后这个因为之前我是染了头发嘛 然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护色的一个洗护产品 而且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反正我当时候用了之后 我没有觉得它护色效果怎么样 如果我再染了头发的话 我不会说去入这个产品 我觉得它性价比没有说很高 接下来还用完了一个截面 刚才没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HC加的这个Hydra B5的截面 这个截面我觉得 其实跟香奈儿的那个Lamuse比的话 把两者怎么说 这个HC的话更加的保湿一点 然后它价格当然也会更便宜一点 就是更加的便宜大碗了 就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 就或者你想买一个比较平价一点的截面产品的话 然后又想说能保湿然后又能洗干净 我觉得HC的这个截面还不错 接下来用完了就是两个这个Beauty Blender的洗刷的灶 我之前一直都有跟大家推荐过吧 我用这个洗刷造去洗刷子 洗刷子洗出来之后非常的干净 洗粉铺的话呢我用的是大创的这个洗粉铺的液 我觉得它拿来洗像美妆袋什么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 还蛮好用的而且也比较的便宜 是两个Elizier的防晒乳液 这个乳液一直有跟大家推荐过 像防晒的话呢是我每天都一定会抹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防晒乳液 我是很钟爱用 我是很喜欢的 另外就是这个Smash Pop家的Primal Water 我觉得这个Primal Water还蛮好用的 就是拿来上妆前喷一下 DMC的动膜 它是一个清洁面膜 像附了这个动膜之后像毛孔里一些像那些白色的点呢 它会有浮现出来一点 就是能够更好的将那些白点挤出来吧 我觉得这个动膜效果还可以 这个利时朵的一个护发油 这个护发油的话 因为我之前染了头发的头发很干嘛 所以我就会一直都有用护发油的这个习惯 那我就是用完这个利时朵 但我现在的话因为把残酷的头发全部都剪掉了 所以说现在头发不需要用到护发油 反而就是现在头发的话 就是恢复了那种比较软的那种状态 就没有说那么硬了 完了是一个睫毛夹 怎么说这个睫毛夹呢 它夹睫毛的力度已经不够了 所以呢我就只能把它归类于 就是没办法再用了 这个睫毛夹就是淘宝上的一个国货的产品 不贵 就十块钱人民币左右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的好用 然后能够让你那个睫毛比较的卷翘 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这么多个月以来都用光了一些产品 用完的产品能够看到我对某些产品一些钟爱程度吧 就是我对一个产品的话 如果我觉得好用 我会不停的去坚持去用 然后只能说穿插一些新的产品进去 如果这个新的产品能够让我觉得它可以替代以往的产品的话呢 我就会把以往的产品取代掉 然后再用新的产品 所以我用的产品都是是经过我已经长期好多次用下来之后 总结出来给大家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感受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说服力吧 当然这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的人效果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觉得好用产品不一定适合你 因为我们的肤质不一样 吸收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说只能说我的说的感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